是的 你们一点都没有看错 我现在真的是在教会 并且是戴着口罩 记得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仍然不仅是在哪一个地方 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疫的措施 那天在家中祷告的时候 这首歌感动了我的心 这首歌的歌名就是能不能 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说能够在神的殿中里面 永永远远赞美祂 这是何等美的一样事情 在首歌的时候的弟兄姐妹 在神的童在里头里面是没有距离的 不仅是在家中 或是现在我在教会的现场的话 我们仍然可以在神的童在里头里面 赞美和敬拜祂 好不好 让我们以最荣耀的掌声来归给我们的神 阿里路亚 阿们 弟兄姐妹早安 这时刻祝福谁的父母亲 母亲节快乐 我相信今天也是记得爱 要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阿们 一起拍展的来赞美祂 喜乐的赞美祂 阿们 Come on 再来赞美祂说 余余余佛缺能的主宰 遇到承诱是鲜明里的爱 取描住无妙生何度的伟大 神价尊贵的巨王 超乎万民在全地之上 为我醉 为你保险赎回我神秘 无人能与你相比 与你藏钱直到永远 我要养生赞美你 高级双手来 Oh 喝得伟大的爱 透过去天山海 当说其他赞美 Oh Oh 去你漫游哪里 世界怕我是你 我要敬拜你 与耶稣与我的剧 继续拍赞 此言是嫉妒的爱 要充满造反当中 一起的来领受 Come on 与余佛缺难的主宰 到承诱是鲜明里的爱 取描住荣耀神何度的伟大 尽管 世界尊贵的巨王 超红瓦笔在全地之上 为我醉 没有保险赎回我神秘 无人能 无人能与你相比 与你藏钱直到永远 我要养生赞美你 一起赞美他 Oh 合得伟大的爱 靠过去天山海 当说其他赞美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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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漫游哪里 世界怕我是你 我要敬拜你 我要敬拜你 Yes 我的旧 无人能与你相比 与你藏钱直到永远 无人能与你相比 无人能与你相比 是的 与你藏钱直到永远 继续的来 Come on 无人能与你相比 Come on 无人能与你相比 祝你藏钱 与你藏钱直到永远 抱着双手的来 与无人能与你相比 是的 你藏钱 与你藏钱直到永远 Oh 好找回他的爱 到过去天山海 当说其他赞美 Oh Oh 全力迈游哪里 世界怕我是你 与我要敬拜你 启起的泪 喝到回答的爱 高过去天生海 当说起他赞美 祝你漫游能力 世界怕我是你 我要祭拜你 抱去伤手的茶 我要祭拜你 是的我要祭拜你耶稣 我要祭拜你 耶稣我的主 是的主我要祭拜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Amen 主耶稣我们知道你配的 以及所有的渣美 谢谢你 谢谢你的爱 是无条件的 每一天都充满我们 主谢谢你的爱 来医治我们每一个人 主今天早上 我们要再次领受 你那丰富的爱 Hallelujah 是 耶稣 是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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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 耶稣 耶稣 我问这一生 爱你 爱你 有多深 爱你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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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有多深深深深我所有 在你同在我满心感恩 我只想永远 我只想永远坐在你的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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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成久远 从不成久远 我深深爱你 我深深爱你 耶稣 更深爱慕你 耶稣 耶稣 带我进入你 耶稣 CNN 也能将塔尚 尝尔 尝尔 耶稣 님이 讓我輕輕 更貼近你心 我問這一生 愛你有多深 掀上我所有在你同在我滿心感恩 我只想永遠坐在你的腳前 即使我亂落你的愛 衝不成舊月 我深深愛你 耶穌 更深愛不你 耶穌 帶我進入 你更深愛你 我看不著你 耶穌 更深看不你 耶穌 耶穌 讓我輕輕 更貼近你心 我深深愛你 我深深愛著你 我深深愛你 耶穌 更深愛不你 耶穌 我深深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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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更深深愛你 你更深愛你 我深深愛你 我深深愛你 耶稣 带我进入你的深爱里 我看不着你 耶稣 更深看不定 耶稣 让我清醒 更贴近你心 祝你的爱 就在时刻充满我 充满回忆你 我们爱你 全心爱你 主要像你在十字架 你如何牺牲你自己的爱 我们要回应 主我们也要告诉你 You are my everything 主你如何彻底的爱我们 主 今天早上我们要回应你 我也爱你 最纯真的爱 毫无保留 毫无私心的爱 爱你就像呼吸 没有你 我心无法言喻 我要更多有你 我要更多有你 将生命全然献上给你 爱你就像呼吸 没有你 我心无法言喻 没有你 我心无法言喻 没有你 我心无法言喻 我要更多有你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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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无こと言喻 为我人答应喻 没有你 我心无法言喻 没有你 我心无法言喻 我要更多有你 我心无法言喻 給祢 主我要更多 我要更多祢的愛 主我要更多 主不是更多我們家人的愛 主不是更多外在給我們的肯定 那是來到祢的痛在裡面 耶穌我們向你說 我要更多祢給的愛 主要更多祢的愛 耶穌 我要更多 更多更多 你的愛 耶穌 我要更多 更更多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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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更多更多 要更多 你修他的愛 要更多更多 你的愛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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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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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不你 耶稣 带我进入 你恳深爱里 我看不着你 耶稣 跟上看不你 耶稣 让我轻轻更贴近 更贴近你心 神祢的爱 祢是我的所有 耶稣 祢是我的所有 耶稣 你是我们的所有 耶稣 耶稣 祢是我的所有 所谓為我的一切 祝你是我的一切 我願全心跟隨你 一生永不離開你 祝你是我的一切 我願全心跟隨你 祝你是我的一切 祝你是我的一切 我願全心跟隨你 一生永不離開你 我願全心跟隨你 主愛有多高 慈愛高過豬田 怜悯有多深 神光無限量 恩殿有多宽 宽阔潮湖 爱呀 我愿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主 你是我的一切 吸尽我嘴 赐我吸引神秘 主 你是我的一切 我愿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是的 主爱有多高 慈爱高过初天 怜悯有多深 声光无限量 恨殿有多宽 宽阔潮湖 爱呀 我愿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主 爱有多高 慈爱高过初天 怜悯有多深 声光无限量 恨殿有多宽 跨过潮湖 爱呀 我愿全心跟随你 一生永不离开你 主 爱有多高 慈爱高过初天 恋悯有多深 声光无限量 恨殿有多快 慈爱高过初天 恨殿有多深 声光无限量 天啊 恨天有多慌 跨過這路海啊 我願意學醒跟隨你 一生永不離開你 主愛有多靠 慈愛高過秋天 憐憫有多慌 勝過無限量 恩天有多寬 跨過潮湖海啊 我願意學醒跟隨你 一生永不離開你 主 你是我的一切 吸盡我嘴 賜我欣賞你 主 你是我的一切 我願意學醒跟隨你 一生永不離開你 主 你是我的一切 弟兄姊妹一起的來唱 吸盡我嘴 賜我欣賞你 賜我欣賞你 主 你是我的一切 我願意學醒跟隨你 一生永不離開你 主 謝謝你的愛 再次充滿著我們 主 好使我們有力量繼續的跟隨你 主 你的愛是大有能力 主 你的愛帶下醫治 主 你的愛也帶下包容 主 今天早上 我們已經領受也感受你的愛 謝謝你的愛使我們的心重新得力 讓我們繼續走向主 你給我們走的道路 主 今天是母親節 主 我們禱告在先的所有的媽媽 都交托在你的手中 願這一份愛現在流入到他們的心中 願每一個的媽媽在今天早上 立定心志 是耶穌基督的愛使我繼續的向前走 是耶穌基督的愛使我繼續的愛這個家 愛這個的孩子 主 謝謝你 你的愛要透過每一個的媽媽 彰顯十字架的大能 主 今天早上 你要透過你的愛 醫治恢復每個家庭 最重要的今天早上 你的愛要連結你所愛的媽媽們 讓他們在你的統戰裡面 主 他們選上了上好的福分 主 當你的手按在他們身上的時候 主 他們所有的重擔都要卸下 他們都要喜樂過來 主 我們知道 當你的愛充滿他們的時候 他們要成為最棒最開心的媽媽 謝謝你 姊妹 主 藉著母親節 也讓我們感受到 耶穌基督你那又寬又深的愛 謝謝你 今天早上你就在我們當中 我們如此祷告 那是奉耶穌基督得生的名秀 一起大聲的說 Amen 好不好 在我們位置上 給我們耶穌基督最大的掌聲 Hallelujah Amen Amen 又是收風險的時候 好不好 今天早上我們來看追溯的經文 馬可福音的十二章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當天講到說 耶穌去到營庫 他坐在那個地方 看見兩種人 第一種是富有的 第二種是貧窮的 或者說第一種是強大的 第二種是弱小的 他看見有許多的財主去到營庫 給他們的風險 同時 他又看到一哥的窮寡妇 窮寡妇 當然是代表說她是貧窮 後來講到說她是寡妇 代表說她是弱小的 但是我想問大家 這兩種人 誰給的風險 是討神所喜悦的 誰給的風險 是能夠抓著 耶穌的注意力 我想告訴大家 今天早上 當你在家中 給風險的時候 然後我告訴大家 我們所給的 不只是那個金錢 那個數目 我們所給的 是希望能夠達到神的面前 能夠滿足耶穌的心 換言之 我們希望我們所給的 能夠抓到耶穌的注意力 是誰啊 是哪一種人啊 圣经告訴我們說 是那一個的窮寡妇 為什麼 是因為她的心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早上我們給風險的時候 我們要用我們的心 來風險給我們的神 同時 我記得我多次跟大家講到的 神所設立的十一風險 是神的智慧 我們給十一風險 是我們對神的順服 聽好我再說多一次 十一風險 神所設立的 表明了他的智慧 當我們給的時候 是代表說 我們對神的順服 為什麼我這樣子說呢 十一風險是指十八仙 換言之 神不只是單單看我們給的信 神要看我們所給的那一個 是否有滿足神的要求就是那十八仙 聽好弟兄姊妹 那個財主和那個窮寡妇所給的 誰給的比較多啊 當然如果說你看書目的話 當然是許多的財主給的比較多 但是誰能夠摸著神的心啊 是那個窮寡妇 為什麼 聽好 因為那個窮寡妇所給的八仙率 聽好 八仙率 遠遠超過許多的財主 所以弟兄姊妹 不理這段時間你賺多少 或是你少賺多少 神所要求的都是我們所給的 八仙率 我相信 不理是MCO 之前或是之後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給 是因為神的智慧神所 設定的八仙率 十一風險 明白 好不好 花點時間 在電視前面 或是在電腦前面的 每個弟兄姊妹 準備我們的心 或者是打開 你的手機 你可以在線上揮入 你的風險 你的十一風險 或者是 採用我們最新為大家所提供的 他選功 依我了 花點時間 不要倉促 讓我們所給的能夠滿足 神的心意 準備好了嗎 如果說你準備好的話 好不好 每個弟兄姊妹 現在我們就閉上我們的眼睛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啊 你一直都在留意 每一次我們所給的風險 你要看的是要看我們的心 但願今天早上 每一個弟兄姊妹 所給的風險 都能夠抓到你的注意力 討你的喜悦 我要禱告 讓每一個弟兄姊妹 都能夠成為一個順服的人 都能夠給出他們的實意 能夠滿足神你的心 謝謝耶穌 謝謝你的教導 謝謝你的花園 祝福我們每一個人 祝福每一個給的弟兄姊妹 紀念他們 因著他們的給 因著他們給的十一風險 使到家會在這段時間 最困難的時候 仍然使到神的家中有良 因此我祷告 你為每一個家庭打開天上的窗戶 清拂他們 神至到無處可容的地步 祝福他們 封耶穌基督的名祷告 阿門 阿門 祝媽咪母親節快樂 媽咪你每次陪著我們 煮菜給我們吃 媽咪 I love you HAPPY MOTHER'S DAY MAMMY I love you MAMMY HAPPY MOTHER'S DAY And HAPPY BOTH DAY MAMMY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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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FATHER'S DAY HAPPY MOTHER'S DAY HAPPY MOTHER'S DAY Hi 在這裡呢 要祝福全年下 又漂亮 又偉大的媽媽們 母親節快樂 HAPPY MOTHER'S DAY MAMMY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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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MOTHER'S DAY 母親節快樂 I love you MAMMY 祝全天下 偉大的媽媽們 母親節快樂 I love you MAMMY HAPPY MOTHER'S DAY MAMMY 母親節快樂 我要祝天下的媽媽們 母親節快樂 當然包括我的母親 媽咪 什麼 母親節快樂 聽不到 哎呀 我WhatsApp你啦 母親節快樂 聽不到啦 哎呀 我WhatsApp你啦 真的需要謝謝所有的在職的媽媽們 你們真的很辛苦在無論是在工作上在服務 我相信上帝是聽見的 Amen 所以我知道 林子也是個很喜歡服侍的人 就是說他很願意去幫助許多的人 但是我知道有一段期間當孩子很小的時候 你曾經有一段期間是 停止服侍大概兩年的時間 這兩年裡面你有沒有學到什麼 我知道你經歷很多上帝跟你講話聲音 好不好給大家分享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以前我小時候想過 如果有一天我結婚的話 OK 我有孩子我就不要服侍了 但是後來我發現 欸 當時有牧師分享一個信息非常棒 他說 原來神給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才幹 上帝要每一個人跟他交账 所以今天 就有一天我結婚我有孩子 我還是要交我的账 因為神給我的 是我要去完成的使命和呼召 其實那瞬間我覺得 我知道你一段時間是有掙扎 其實那段兩年沒有服侍 我跟很多人分享 因為我相信可以鼓勵很多 做了媽媽們的現代女性 是不是因為做了媽媽 我們就不要服侍 其實做了媽媽沒有服侍 這真的比較舒服 對 然後 孩子們到一歲多的時候 我都會要回來 再回到服侍的崗位 不是因為 他是牧師還是有需要 其實別人都不需要我 我覺得每一個服侍 有沒有我都沒有分別的 因為我看到讚美禁拜團隊 我沒有參與的時候 也是做得很棒 可以帶我們進到禁拜裡面 小組我不在的時候 也是可以照常的進行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裡面那個心 一直要回到服侍的崗位 甚至我跟我的丈夫說 有一天我抱著孩子 我就跟他講說 我要服侍 我覺得我是被他鎖住了 當然很多時候我們說要順服丈夫 但是我那個心裡面那個 要服侍的那個心 我就不懂是哪裡來的 然後我也很大膽的向他要了 然後之後他就真的是好 他說好你要服侍你回去 所以現在我對服侍的看法就是 我很珍惜每一次可以服侍的機會 因為我覺得 服侍不是我們要就有的 那個的 那時候的領受就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說 你要服侍就有機會 沒有 不是這樣 所以每一次來到禁拜的練習的時候 我都深深的感受到說 我是用我的生命 就是我用我的時間 來獻上給主 而不是為了fill in the blanks 我每次都說我們服侍不是fill in the blanks 不是填補那個空缺的一個態度 而是可以服侍一種恩典 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恩典 感謝主 我還繼續的在這裡 Amen 我覺得這是很對的 無論我們是誰 上帝給我們一定有個護照和使命 需要我們每個人用我們 用他給我們的恩寺去服侍他 因為我們的服侍是對神的敬拜 我們的服侍是對神表達對他的愛 所以在當中裡面你發現 越服侍越喜樂 Amen 越服侍越快樂 所以發現當妻子服侍的時候 快樂就領到家庭 當妻子快樂 家裡就快樂 Amen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我相信他會繼續的讓我服侍 可能也是因為我在服侍過後 他會看到我很開心 所以我每次小組過後是很累 其實罵收拾 當然有孩子幫助我 我很感謝主上帝給我三個很乖的孩子 他們就在服侍當中 我也看到他們的進步 因此我覺得我會很滿足 因為不是我在付出而已 那句話真的很真 當神 當我們越服侍神的時候 不是說神要從我們身上得到是什麼 而是神要給我們更多的時候 所以其實每一次小組完了過後 我就會跟他講很多很多的故事 我就會告訴他 我們小組聽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很開心 所以他雖然看見我會忙 會累 但是他知道是值得的 Amen 因為服侍帶來滿足對不對 所以丈夫們趕快鼓勵你妻子回去服侍喔 是是 OK 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不能服侍 其實是因為沒有辦法找到平衡點 因為有些人很奇怪的 一服侍就真的是每天忙教會 有些因為這樣會帶來很多家庭的衝突 但是有些人就是 在家裡面就完全不服侍 我覺得其實可以找到平衡點對不對 可以分享來 我覺得你應該是能夠在當中找平衡點 如果在家庭 孩子 丈夫 職場 和服侍裡面找一個非常重要的平衡點 鼓勵 這時代的女性們 我們還可以服侍 我也是多是少 但是只要我們心裡面 很想為主做一些事情 我現在上天會滿足我們所做的 對 我也很贊成 說其實 就生了孩子留在家的那個的觀念 那個是非常危險的觀念 我覺得是一個圈套 我覺得如果是我們把一生 去投在孩子的身上 我覺得不是不值得 而是我覺得最後 我的付出會成為別人的壓力 到最後孩子長大 我會想要說孩子會長大 他長大過後他不需要我了 其實孩子們到了中學過後 他對我們的依賴已經是很少了 所以那個時候當孩子長大 不需要我的時候 反而是我需要他們嗎 所以我很害怕 說我會要祈求孩子們的陪伴 所以我覺得說 在我還沒有去到那個地步的時候 我需要在神的家裡面有份 我不想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孩子們看見我 會變成他們的壓力 到我老的時候 所以我絕對不贊成說在家裡面 留在家裡面 而且自我價值 我覺得在家裡面 最後我們的付出就會變成說 我們自己的付出 我們只有感動我們自己一個人 最終其實感動到的就是媽媽本身 別人都沒有被你的犧牲感動過 其實反正變成人家的壓力 所以我就覺得說我們成為女人吧 我啦我 在神的家我真的需要有那一份 是成為我長久價值的那一份 因為我投資在孩子的身上都好 以後是他們的路 他們要自己走 但是我自己在家 神的家裡面那條路 我也要自己走出來 我不想最後就是空守著那個家 丈夫對我的厭倦 因為在家裡面我相信 我們的怨氣是很重的 而且出來服侍可以接觸很多的人 所以因此可以讓我們up to date 就是知道別人的孩子的想法 因為我們的孩子未必會告訴我們他的所有 但是在我們服侍到別人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他的家庭當中 讀到我自己家庭的問題 或者是說潛伏著的問題 因此我覺得我真的很鼓勵說 母親們不要留在家裡服侍自己的孩子而已 也不要留在家裡面 單單對著自己的丈夫而已 這樣子 Amen給Jubil給你的 其實你知道嗎 你跟牧師是這個時代 教會很多年輕的Couple的榜樣 你們每個都很笑 你們兩個在一起多少年了其實 結婚多久了 結婚今年20年 20年對不對 所以你們 牧師不在 偷偷問你 你們兩個有沒有吵架 有 但是每次誰吵贏 吵架 吵架一定是我贏的 所以牧師每次在台上講是真的 所以我相信你們兩個都彼此相愛 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師母這個身份 對你來講其實有壓力 為什麼呢 因為教會每個人對師母都有要求 對不對 每個人講你是師母 你要怎麼樣 所以我想請問你這個身份 對你來講你會不會很壓力 我想以前在舊的思想的時候 很多人覺得 師母在教會應該是要服侍啦 要做很多東西 師母一定是族學的老師啦 很多的要求原則都放在 師母這個身份當中 但是我發現 你給我們感覺不一樣 很多年輕都很像我 像師母這樣又開心又有主見 又是時代女性 又經濟獨立 所以我們如何來看到就是這個身份 你如何去表達如何去學會 如何在這二十年裡面 因為牧師在教會成員牧師也是一個蠻長時間的 所以我相信 教會弟兄姐有沒有對你有期望嗎 對不對 會不會有一個人的壓力 其實在這一方面 我很感謝志明啊 他其實從來都沒有給過我壓力 對 其實反而開始的時候我會覺得我應該做什麼 但是他就跟我講說 你要做什麼 慢慢的我就知道 其實在婚姻生活中 他是 他疼我 真的很疼我 反而有時候我覺得他很寵我 他就是很任由我 可以去到一個地步是放任我 我要就可以 不要也不要緊 所以很多時候在吵架的時候 他也會出現一個姿態就是 我知道明知道我是 是我霸道的時候 他也會跟我說 對不起 我學 我會 以後我不要講 其實當他這樣子講的時候 我其實很內疚 但是我還是不要看他 所以 但我就 其實還是回到聖經啊 可以改變人的不是方法 而是那個愛 他對我真的是沒有條件 一直以來 我知道我虧對他 甚至於 有一段時間我就很不平衡 因為美麗牧師還有那個JC 他們都很能幹 他們可以幫助他很多 但是有時候他就會跟我講說 你是我老婆 所以 那些東西不需要你做 所以 反而就是讓我活得更健康 對 我不擔心別人怎麼看我 對 我不擔心說 你這個師母什麼樣的 沒有 沒有 甚至有時候 然後 新來的家庭 他們會對我這個人 所謂的師母有點奇怪 怎麼可以這樣子 本來就是因為他給我的信心 還有同工們的接納 對 他們不會介意我不會些什麼東西 在神國裡面的東西 很多時候我都問他們 本來他們就不會 怎麼樣的看我沒有 他們給我的支持和他們給我的愛 我覺得那個包容真的很廣很大 以至於我可以做 我不是說為所欲為 就是 在我有限的能力底下 我可以很好很健全的服飾 對 對 愛很重要 我現在上天給我們 學保歸功課的 在夫婿如何的相處 師母你告訴我們了 我們知道師母有三個孩子 OK 大的跟小的年齡差太遠了 所以 就是差七年嘛 對不對 你如何在 因為兩個在小學 一個已經進入了大專 對不對 我現在三個孩子性格 因為我們都很熟 都是不同的性格 而且你是老師 你如何在 時間去栽培這三個孩子 讓他們活出 因為我發現他們很奇妙 他們三個性格 不但他們都活出神給他們的個性 他們都很有自信的 在他們那個領域裡面 你是如何栽培這三個孩子的 其實栽培我真的是 談不上栽培他們 我覺得還是那個很健康的環境裡面長大 那個才是重點 就是那個滿滿的愛 其實教育孩子有很多的說法 很多的方向 但是在我們家 因著自民對我的包容 和寵愛 我覺得最重要 有的那一份 還是那一份的愛 因為如果是沒有了愛 你再怎麼樣管教它 是越管教 越離你越遠 所以在這個栽培我 說不上是栽培 但就是以那個愛和關係為主軸 因為很多時候 老師 我還是以前教育系出來 什麼樣的 還是會用那些很傳統的方法去教孩子 就是你應該怎麼樣 應該怎麼樣 很多的應該 但是牧師 他雖然是牧師 他不是老師 但是很多時候 在教養孩子方面還是他教我的 所以他就告訴我說 尤其是大女兒進入到中學的時候 性格真的是差別很大 我不是說他壞蛋還是什麼 我反而覺得說 我們從他的生活裡面 慢慢被淘汰出來 原因就是因為我想管教他 所以慢慢的牧師問過我一句話 他就講說 你不要管教到一個地步 就是你失去了你和女兒的關係 他是想說 你想他變成 你要他的行為 還是你要他這個女兒 那一句話真的敲醒我 我其實那時候是很氣 但是很感謝神 每次他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也很乖 我也會很乖聽進去 所以 就是 因著這句話 就是管教的當中 這個 這個 怎麼講 那個 平衡 是很重要 是兩夫妻的 我覺得 一個家庭裡面的教育孩子 或者是引導孩子 絕對不會是 留在媽媽的身上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很不平衡的 parenting 就是 家教 這應該是 爸爸也分享一些 而且最重要就是兩方面 互相的學習和協調 很多時候在教養孩子那方面 就是 他設立目標 我就去實踐 很多時候我覺得很不公平 這麼只有你講我做 但是很奇妙就是 在這20年來 做了媽媽18年來 很多時候 他講的 他設定的目標 是真的是 行得通 因此我也 願意成為那個實踐的那個人 多媽媽們說在MCO的時候 對不對 在家裡面都會 被孩子弄瘋了 所以你在這個 整個MCO裡面 你跟孩子的關係 會越來越好 還是你也被他們弄瘋了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都很開心 我更開心就是 上個星期我們就發問了 我們時常都問孩子一些 問題啦 就是讓他們發表和表達他們的情緒 我們就問 下個星期就可以 出外打球了 你們一定很開心 被鎖了這麼久 我兒子就說 沒有 我在家都很開心 然後我就講 怎麼會開心 我們覺得很開心啊 都很好啊 然後我很感謝神 就是其實我本身真的很開心 我很開心 因為我看到說整個家 很多時候MCO 媽媽是最頭痛的 因為她要煮 要做工 要負責完全部的 但是我呢就是 我負責煮一餐 有時是兩餐 但是其他餐都是買食物 或者是孩子 兩個小的負責一餐 大的就負責一餐 他的爸爸負責一餐 這樣子 後來就 洗碗呢 洗碗就是下午是兒子洗 晚上就是丈夫洗 倒垃圾 全部他們搞定 就聽 也是孩子們負責整理 乾淨才睡覺 所以門鎖也是 兒子有security 我的家 有housekeeper 有security 所以我覺得 這個MCO對我來講呢 反而我是看到 孩子一天天長大 就以前 在小組服侍的時候 他們要幫助我 一起去預備食物 一起去準備那些的餐具 弄整理家庭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一點的服侍 最後我現在是看到 我是最大蒙福的那個 因為在服侍的當兒 帶著孩子一起服侍的時候 神反而是幫助我 教導了孩子如何的獨立 更驚訝的就是那一天 我們兩夫妻出去買東西的時候 就告訴孩子說 我下午回來我們就要有的吃的 怎麼知道那兩個小的 就在廚房弄了一大堆 就搞了一個的午餐給我們吃 所以他們現在是獨立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們不在 他們也可以很自然的去 預備食物給我們 那個是我覺得 那個何等感恩 對 我們在Facebook上 看到他們煮飯的造型 非常非常棒 因為時間關係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師母是現代女性的榜樣 因為在職場上真的是很卓越 然後家庭服侍 我想問就是說 你會怎麼鼓勵這時代的女性 我們學校幹部講 自我提升很重要 因為很多媽媽 為什麼我們講媽媽 我們不要做黃臉婆 但是我們是不是要花時間 只是在外在嗎 還是在內在 還是在各方面去提升我們自己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課題 因為大家年齡 也長大的時候 很多人其實到我們這個年齡 我們最想什麼都不動 什麼都不做 因為已經安逸了 但是其實是真的是安逸嗎 好像不是 所以我覺得最後 師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你如何鼓勵這時代的 女性也是家庭的媽媽們 自我提升 其實曾經 曾經在我 因為老大和老二距離七年 再過了三四年的時候 老大三四年的時候 四歲左右 我有想過說要去升學 對 因為政府會有這樣的機會 給我們去申請 但那個時候 那個就是我想 我想抓機會 去自我爭執的時候 但是 因為孩子還小 我的丈夫 他是那種 他很需要一個 他希望他的家庭 是一個健康的家庭 所以他直接了當就說不可以 所以那個時候我一點點不開心 我說 你可以做牧師 為什麼我不可以再升上去 有沒有 但是那時候 好 你說孩子還小 我就放下了 過後呢 老二出來了 老二出來是老大 七歲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就是可以去到教育局那邊 可以當那邊的官員 但是那個時候 那個offer一來的時候 我反而就是沒有問他了 因為我知道 老二才出生 就不需要問了 我就覺得那個時候 我覺得我好像犧牲很大 我覺得 那個時候有一點不平衡 對 我說為什麼 一定要是我們女人方向 但是很奇妙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神就給我很多的機會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就是 在2008年的時候 上天就 無端端就給了我一個 Guruch Malang BM 所以慢慢的就是因此 就讓我在 無端端也是校長 那個新來的校長 就也提拔我去做一個馬來文的主管 接下來就是教育局 他們會一直的 邀我出去 給一些的講座 過後呢 就是一些 政府就有新的課本 然後就會邀請 馬來西亞的七個 有關的老師 或者是那些的 那些的專業人士 來一起的審查那個課本 然後七個人 我是其中的一個 我覺得 我真的是講真的 我覺得我的能力不在那一邊 但是 神透過這一些的 平台 這些的管道 讓我知道說 你 不需要去抓 反而是我會一步一步的 帶你 去讓你自己 這個人 的價值 被提升 這個是我很感動的 甚至現在MCO 很多人都做不到什麼東西 但是就是 學州的那個教育部 就是 會一直說 叫我一起的去 給一些的 talk在網上 所以我覺得 怎麼反而被 鎖在家裡面的時候 做的事情是更大的 就是可以給一些的training 因為其實本身是 我本身是 算是政府的一些的 講講教練 馬來文教練 對 所以講真的 一個華人 怎麼會好過馬來人 我覺得說 沒有 我沒有好過他們 而是 我的神 在因著我願意順服 願意付出 願意放下的時候 讓我知道 他與我投在 他看見我 這樣子 Amen 所以媽媽們鼓勵你們 我相信上帝造我們 是獨一無二的 你要活出神給你的形象 或是神給你的樣式 勇氣站起來 我相信上帝有更大的助力 在我們身上 所以 提現自己 掌握自己 當神創造你的目的 能夠活出來 你會變成一個最棒 最開心的 最好的媽媽 Amen 我覺得還有一個就是 媽媽們吧 應該要懂得先愛自己 對 愛人如己 要先愛自己 Amen 很多的媽媽都是 為孩子付出太多 為丈夫真的是付出太多 那個犧牲真的是太大 大到可能孩子和丈夫都存在不住 所以其實最後 我覺得說媽媽們 真的要懂得去做一些自己喜歡的 你要服侍 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鼓勵說 你出來服侍 千萬就不要躲在家裡面 或者是栽在你的工作裡面 因為你的工作的環境 或者是那個的 那個的 Circle 真的是很有限 但是你來到神的家中 有神一路提拔你 一路帶著你的話 真的是會很不一樣 對 媽媽辛苦了 孩子們在特別日子裡面 記得要好好的孝敬我們的媽媽 好不好 今天最後我們請師母來為 所有的媽媽們 來做一個禱告 因為我相信 她的禱告 祝福所有在職場 在工作上 甚至現在在情緒 在壓力裡面 所面對的母親們 好不好我們一起來做一個禱告 主要主要在時刻 我將所有的媽媽們 完全交在你手上 主要他們心中所有的愛 所付出的 所浇灌的 讓他們有開花和結果的一天 主耶穌我也肯求你 讓媽媽們在 他的隱秘處 來尋求你的時候 你向他們說話 你親自安慰他 因為唯有你 才是我們真正的丈夫 主啊 耶穌我們需要你 主啊安慰 每一個心靈受傷的媽媽們 主耶穌他們所付出 和他們所收回的 他們所得到的報酬 很多時候 都是不能成正底 但是耶穌你在天上的紀念 主意讓我們心得滿足 耶穌我祷告 你讓每個媽媽們都懂得 如何的去愛我們自己 如何的去安排自己的時間 讓我們活出 你造我們的精彩 把我們藏在你翅膀下 讓我們成為一個 建立家世的婦人 感謝封住耶穌的名求 Amen Amen 謝謝師母讓我們當中 耶穌祝福你們 大家好 我是新年 在行動管制令期間 已經有許多朋友 參加線上小組 並且投入禱告 在這裡鼓勵大家 繼續把那些 還沒有參加線上小組的朋友 一起帶來 一起參與 一起建造 而在這期間 如果您遇到行動不便 需要幫助的長者 獨居者 或者是單親家庭 無論是在購買食物 日常用品 電話慰問 或帶導 您都可以聯絡牧師 或教牧童工 我們樂意來服侍你 雖然已經復工 但是實體群體聚會 仍然是不被允許的 所以教會繼續提供 以下的線上服侍 星期四晚上8點 有線上金錢管理課程 提供於中學生 以及青少年 星期六早上11點 有SuperKids Online 星期天早上當然少不了 兩堂聚會 以及十點半的線上主任學 美麟牧師已經為12歲以下的學生 準備一系列的晚上課業 鼓勵家長們帶領孩子 一起完成作業 完成的孩子 將有獎品 在行動管制令期間 大部分人無法如常上班 經濟來源受影響 至於許多在家工作的媽媽們 日常生活裡也添加了許多 額外的事項 真的很壓力 The Sensa研究顯示 在這段期間 近半數房者的 復原情緒增加 憂慮 焦慮 因此 菲拉鐵跟教會 為大家預備了 獻上身心靈 醫治智慧 透過醫治智慧 服侍所有人 日期是5月10號晚上8點 鼓勵弟兄姐妹在朋友 一起來線上參加 教會為大家設立了 21天聯合禱告網 彼此守望禱告 在這21天裡面 每天會兩個人帶領 每天同工將發送 Google form給大家 大家只需要填上 自己的禱告編號 以及帶領者的編號 並發送回給同工 讓我們一起配合 蒙祝福、蒙保守、蒙恩典 現在大家可透過Touch & Go 來奉獻 只需要掃描 QR Code就可以了 最後也請大家 在禱告中 紀念牧師 以及同工們 好讓他們 在行動管制令期間 可以有力量 繼續服侍 今天是母親節 在這裡祝福 每一位偉大的媽媽們 母親節快樂 在這段期間 你發揮了Multitask能力 在家工作之余 也把家裡打理得 津津有條 辛苦了 記得乖乖在家 今天小秀一日 可以打包外賣 順便支持本土生意 一起度過難關 願神祝福你們